说 世子的寿命 只有常人的四分之一 可若想成兄天下 我就必须得有一个 青阳血统的外孙 打的是你布知金群 你就不能向你的弟弟学学吗 我说我想读书学见 可父亲教我吗 父亲只教昌夜 我连书房都不然进 当年 家父被人检举为天驱首领定罪下狱 满兆故旧 竟无人为他说一句话 殷亲不成 蒙约也无从谈情 这自粮宫中 也就只有羽然了 你舍得 无国无家的人 没那么多可在乎的 请先生受我枪辱 我不想就此拥怒一声 这就是你要学习枪术的理由吗 那我告诉你 至高的武学 是用来捍卫天下的正义 不是为了个人的虚荣 我想成为像祖父那样的人 你跟你的祖辈不一样 你只想赢 想让所有的人 都对你温风丧胆 你把枪杆狠狠地攥在手里 就想马上取功名 这样的你 心里早已软弱 怎么配学最强的枪术呢 从小到大 我最讨厌别人说的就是你不配 我母亲是妾氏 我是小妾生的儿子 所以我不配进书房 父亲想让弟弟出后入乡 见人说这就是姬家的麒麟孩 可这些人 可这些人 连姬家其实有两个儿子都不知道 但你至少继承了虎牙枪 那是你们姬家 引以为荣的象征 你认识我的祖父 你见识过这把枪 你难道不知道这把枪 父亲为何给了我吗 我当然知道 因为这是一件 魂印武器 你的父亲 是不想让你的弟弟 冒这个险罢了 没错 都说我天生命宝 那我就不信天 我要练枪 我要练得比所有人都更强 不要跟在别人的马后 我要让姬野这个名字 永远写在别人的前面 起来吧 你是姬家的后代 应该看一眼 那能够屠龙的枪术 至于你能学到多少 就看你的造花了 一切 古学的真谛 就在于缘和缘之间 而你曾如激扬 却创造出一种枪术 也是天灵间 最豪烈 也是最坦荡的枪术 他叫做极烈之枪 天下虽大 却再也冲不下你们这样的人了 天下虽大 下虽大 那儿 从中心里 也冲到他 这个老字 抱歉 那儿 天下一人在 世子醒了 可覺得好些了 我姓蘇 蘇勝卿 是宮中的上宮 國主派我來照顧世子的 你 你見到懷裏的紙套了嗎 世子可是説這個 這是青陽用來射箭的班製嗎 真是精緻 不 這 這是我倫格阿爸留給我的遺物 這麼重要的東西 一定要隨身帶著才好 都説賭物私人 雖説思念也換不回那人來 可若是那人不在我們身邊 我們唯一能做的 就是照顧好自己了 他不知為你 達兰 三十三 二十五 雖然真是 與你鎖不雖然 爬不雖然 總是 寺生日子 與你差賞 早已而出 我們有just 全部調製 等下 走 过来 过来 别跑 别踩 别踩 好想死了 这是世子的宠物 是 正好 送给你的 原来姑娘是来送笼子的 在下青阳部帕索尔家 吕归尘 请问姑娘是 都见了这么多次来 这么多礼啊 真不吓人的 我是日子凉宫的常客 你把我当个闲人就行了 不过你这个小狮子 倒挺有意思的啊 养的宠物奇怪 长得也奇怪 我长得怎么奇怪了 你说你一个男孩子 长得比我还究竟 我要是你我都不好意思 我 行行行啦 不逗你啦 你说你这么害羞 以后还不得被百里还欺负死啊 既然你收了我的礼物 咱俩以前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了 别再去郭主那儿说我话话了 要不然我要你好看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啊 羽然姑娘 世子 该沐浴了 你可洗干净点 千万别一身牛羊味 要不然还俊如可不要你啊 中元节将至 又恰逢青阳世子远道而来 特赦家宴款待世子 愿两国盟好 年延百年 愿两国盟好 年延百年 国主圣情 归臣敏感于心 因为今天是家宴 所以未请九王家令 今天在座的 都是顾家的家人 将来也就是世子的家人 这位 是顾家的国师 龚羽一先生 那日世子在大殿上晕倒 后来还亏了国师 去为世子把脉 国师大人 拜见世子 再为世子引荐一下 这位 是我的侄儿 武阳君 白李尹 隐儿自幼丧父 随我已期长大 就如同我亲生儿子一般 而且隐儿 还是我下唐最出色的年轻武士 日后世子可与隐儿都切磋切磋 是 银儿 听闻你今日 心得一柄明鉴 何不见我 欢迎世子远道而来 世子可知道羽族 听说在大陆其东西北之地 有片土地遍布森林 被称作青州 相传在青州的森林里 居住着羽族 说其中血脉之纯净者 可以长出双翼 翱翔天空 世子波文强记 这羽族 不光是出好剑好枪 最著名的 还属绝世美女 你 今日孤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宣布 传与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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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然几时变成郡主了 传与郡主 拜见郡主 如果 来 我们又见面了 羽然 在贵宾面前 要注意仪态 贵宾啊 好 那一会儿我陪贵宾多喝几杯 世子 这羽然是国师的侄女 自小也是在宫中长大 跟阿玉阿环 是两小无猜的玩伴 我也一直把她当作自己 亲生女儿一样 羽然 那日你吓到了世子 现在还不赶快 先陪礼啊 我先干为敬了 你不是想知道我叫什么吗 知道了吧 以后在子粮宫提我的名字 大家会多给你点面子的 胡闹 好 又拿男孩子的语气说话了 世子失礼了 羽然 你这么的贪玩 想不想和世子一起 驰骋草原啊 国主 这 我 我跟这呆子去驰骋草原 你还不明白吗 我们和青阳结盟和亲 父亲把你封做郡主 就是为了要让你嫁给青阳世子呀 小母合 小母合 你们封我 你们封我当郡主 就是为了让我去草原和亲 那我不当什么郡主了 羽然 要有郡主的仪态不要失礼了 我 羽然 羽然 顾家封你为郡主 是对你的关爱 顾家让你和世子结亲 也是对你的关爱 她的身份 除了皇室公主 识问东路 哪家世家名媛敢说配得上 阿欢年少不懂事 如此良配也不懂得珍惜 你怎么也跟她一样任性 谁也嫁谁也嫁 反正我不嫁 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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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我 你就是个大骗子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你放我当郡主 就是为了把我骂得去和亲 青阳世子要在下堂留住 学习多年 不会立刻回到汉州 他虽然身子弱了点 但平性温柔 是个十分不错的郎君 你嫁给他 将来就是草原上的女主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至家我自己喜欢的人 你又说什么胡话 人生在世哪有什么自由自在的 羽然 羽然 羽然开门啊 世子初来乍到 有很多事情不知道 羽然郡主虽然生长在宫中 但却是世锦中爽直的脾气 他对谁都这样 绝对没有轻视世子的意思 世子不用难过 我没有难过 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打扰到他了 我本来以为离开草原 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就不会影响到别人 没想到刚来 就给人添了麻烦 世子心软 看到别人受了委屈 总觉得是自己的错 但其实这世上 人人都有很多委屈 世子哪能一一都顾得过来呢 颖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世子方才匆匆离宴 我来看看世子安全到达了没有 世子这里环境真不错啊 有好书美酒 还有家人照顾 世子你要好好调养身体啊 有苏尚公在啊 那我真是瞎操心了 颖儿 是 世子 武阳君是好意 苏尚公 武阳君好像对你很在意啊 我是他的养母 时候不早了 世子早些休息吧 姑姑 我真的不想嫁给他 这样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你让我干吗我就干吗 我再也不出去玩了 我也不当什么郡主了 你帮我跟国主说说吧 他不是什么都听你的吗 羽然 你还记得自己的出身吗 你的故国还在风雨飘摇之中 你的族人还在战乱中煎熬 你我身上背着复国的责任 世子有什么不好的呀 以你的身份未必配得上他 所以国主才封你郡主的头衔 有他做你的夫婿 日后你回归故国就是最强的动力了 是 我是配不上他 我也不想配得上他 什么故国什么族人 我一天一眼都没有看过那个地方 难道非要让我像你一样 一辈子苟且跟着一个自己 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就为了复国复国复国 你还小很多事情你不懂 在国仇家恨面前爱或不爱 与谁共度都是小事 我不管 我不会嫁给他 羽然 世子准备歇息了 起开你 郡主 你出来 我跟你说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来南辉这么多天想必你也听说了 人家都说了 国氏的主妞比狗得烦 你想要什么贤妻良母 我根本不是那块料 我求求你放过我 我一定会记得你的大恩大德的 郡主 是想让我去跟国主提起 解除婚约这件事情 对啊 你想啊 这要是我去说了 那就是我看不上你 但如果是你去说了呢 那就是你看不上我 我宁愿让你看不上我 再说了 你们青岸人不说自己 自己仗义吗 你要是尚义 你就是把这话说了 好 我去说 你去说啊 你答应我了 答应你了 别忘了 你等等 你 答应我答应得这么爽快 你是不是觉得 我没有白脸还长得好看 真不是 真不是 是 你笑什么啊 瞅给你刚才下的 我也知道 这事也不是你的主意 但是我也没人能发火啊 我就只能跟你发发火 反正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你可答应我了 千万不许忘了 约定 还没办法 还没办法 你还没办法 你也要是 我那天不都走 你开心我了 那天不幸运